民進黨跟國民黨有共同的目標 他們從來不一致 終於有一件事情是一致的 同一個敵人的 打敗你 對啊 搭公車趕上班 民進黨到底要不要分手前夕 柯文哲沒再怕 無招勝有招沒 民進黨就是國民黨的人 來當柯家軍事 遇到再講吧 所以有可能的機會了嗎 我不曉得 心裡盤算 如果被民進黨分手 怎麼連任 雖然柯文哲已不變應萬變 但民進黨早有提防 蘇貞昌更開口建議 要做好柯文哲全力反撲 最壞打算 我也沒有反撲什麼 他在緊張什麼 這也是很奇怪 他們不理會 柯文哲打算理會 盯手中 不法理解他們的戰略邏輯 自體人權跟柯文哲 就正式是對手 未來可能就會真的 轉化成尖銳的質疑 我們能夠勝選的話 當然 雖然你說如果擊敗過一次柯文哲 2020還會怕他來挑戰 我們也太沒用了 我們如果自己提的話 當然就是破臉 感覺上可能他就會自己 有自己的一套他的選舉策略 而且他其實首年網路的操作 視頻網路新科技會是他最大的優勢 柯文哲拼連任 不管韓律同盟或決戀 眼下也只能且戰且走 既然盧一航國文宣台北報導